布置雪堂 他說他從雪堂 不是同樣是黃舟嘛 就是同樣在赤 就是這個地方他出發 然後呢他要去林高亭 將歸於林高 二客從雨過黃泥之坂 這個坂是山間三腰小路 所以就是一個黃泥坂 就是一個黃泥小路這樣子 那你看呢 這個七月寄望到十月之望 其實只不過三個月 三個月 其實也大概就是不到一百天的日子 你看看這個從初秋到初冬 只有過一季喔 你看整個這個 整個赤壁的一個景象就蠻大的改變 那你看他說 雙夜季駕 木夜季 淨托 那個洞府他不是有詩句說 無邊落木 消消下 不是木頭王他講落葉 像現在秋天 那秋風很瀟澀 那這個他講這個就是這種景象 然後呢 人的影 他是倒映那個就是月亮嘛 然後他說故而樂之 他看來覺得很快樂 就行歌相打 他不是有二客從爺嗎 兩客人跟著他 他就邊走邊唱歌 然後前後互相怎麼樣呼應 然後呢 以而探約不久的就感嘆說 哎呀這個就是這個素素 他感嘆說 有客無酒 有酒無搖 他前面 前這邊我剛才看完 搖河寂寂 那麼月白風清 如此涼夜合 就是如此涼夜 我們要珍惜把握這個美好的夜晚 然後呢 月白風清 好 好同學我現在在講啊 你應該是要打開你的講義 就是我們在 詠舟八季那個全文的後面 有後製幣簿 在赤幣簿的講義的後面 也有後製幣簿 這兩個都有 剛好有選操 那你如果用詠舟八季那一份比較好 因為我等一下要帶的是後面的 他跟這個文字 好那 如果我講不聽的話 有時候我就會亂看啊 那所以呢 客人就說 經者伯木 舉往德語 那這個伯是破心 因為他就在問說 這個這麼好的月白風清 可是我卻沒有 就是沒有酒沒有搖 沒有下酒 泰沒有怎麼辦 那客人就想辦法 他說經濟傍晚的時候呢 我就撒網紅到魚喔 這個魚啊 你知道張愛玲他說呢 人生有三分 他說 食魚多次 食魚 那個食日 魚附在一個時光的時啊 那這個魚呢 當然是很美味 但是他就吃太多 然後呢 海棠很漂亮 可是海棠 沒有香 海棠無香 還有呢 紅樓未完 好 那所以你看 這個松江之爐 他當然不是松江的爐魚 但是這個魚看起來 嘴巴大大的 淋稀稀 感覺很好吃 很新鮮 剛剛網到 那酒怎麼反應 好 因為要這樣 是這麼好天涼液啊 那個這個月亮啊 那歸而謀諸負 這個豬我們知道 在劇中就知語嘛 所以他回家 啊 那蔡台湾寫的 就跟他講 如此如此喔 蔡台湾就知道 他有這個 好 那種雅姓 然後為呢 這個雅姓大法 他說 我有斗酒長之酒飲 那這個好酒 那就是要跟朋友共享 他說 你帶死不死之訊 我準備好酒 好啦就拿出來給他 於是呢 他就帶著九根魚 他們要去那邊 這個野游野餐 就再去游魚吃病 所以這是蠻生活化的 一個那個對話 就是一個特化 好啦 結果呢 他去了以後呢 看到什麼 他三個月 從七月的希望到 這個十月 這個十月份啊 竟然呢 江流有生 斷岸千尺 這個斷岸 他所謂斷岸就是 他覺得他很懂竅 然後其實千尺是高 你會覺得很可怕 就是很很熟利的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疆岸 然後呢 山很高 月亮很小 啊 就是 然後這個景象 然後呢 水落石出大海冰霜 我們在講 最翁廷記的時候 那一段 我們會去背他 春天是什麼 然後 野方 方 方而幽香 夏天的話 家木 秀兒 秀兒反映 然後秋天 風雙高潔 也是風高雙潔 然後到風天的時候 就水落而石出責 對 那就是一個季節 配合一個景象 他說 昭而往暮而歸 所以呢 這個兩種他說 這個四十日景不同 樂意五秋天 好對不對 早上 早上是那個日出兒 零飛開 傍晚是 那個日木兒 岩旭明有沒有 所以呢 每天早上 你春天就是 早春天早上出門 是朝木兒 零飛開 家 野方法幽香 然後可是冬天 就變成 朝木兒零飛開 家 水落而石出 他是take到那個 河床上的裸露的石頭的 這個 那個景象 所以他現在就說 水落石出欸 好 那 曾月月之啟合 才多久 多久時間啊 才三個月 還不到一百天 可是江山不可復世宜 所以你說 無常吧 哈哈 便與不便 然後我們才要去玩 就是感覺應該是 風經月明 永遠這樣 好囉 那他們就去玩啊 可是呢 雨乃涉衣而上 那他就到 因為他不是說斷漢千尺嗎 他就這樣去爬那個 那個山邊 那他就撩起這個衣服 那他以下他用了一些短句 呂禪岩 劈蒙蓉 巨虎豹 燈囚籠 欸我們有看那個 《史德西山雁遊記》裡面 其中就有談到 他不是說 若熊疑自燈於山 牛馬之映於西 啊 印象嗎 然後他那個劈草而作 有沒有學那些 然後呂禪岩 呂是轉品嘛 他爬上那個就是陡峭的岩石啊 那土豹當然不可能 土豹就是說 那個石頭那個形狀 然後球是小龍 所以那個有些樹枝有沒有 整個這樣爬 他爬上去 那你看像《史德西山雁遊記》也是一樣 著真莽和茅花 對不對 好 那從山之高而止 你看他爬到那個山的高中 他說潘漆 這個漆湖之圍巢 圍是很高的意思 就是那個猛琴啊 那個巢呢 他就是築得很高 然後呢 俯看平夷之幽宮 那是河神 所以他往下看 那個赤壁這個江水啊 感覺一下有這個 有這個河神水神 他說什麼 他說二客不能走 只有他一個人 就是這些那爬不上去 到那個真的是一個 要險峻的這樣的一個 要互出一些努力 他就看到這個 他他才自己爬上去 他才有辦法 這個潘漆湖之圍 圍巢 然後這個時候呢 他發生的那個孝是什麼 就是獨作於彈琴奉長孝 這個文人 然後他是發出一種 陳嘲的呂呂這樣子 那其實他那個聲音是 這種他跟那個山谷怎麼樣 就是會有回聲 所以他說呢 華然長孝 這個孝其實就銀孝 就是古人那種孝歌 事實上是 表現他內心的那種情懷 那樣的一個聲音 結果呢 草木未知震動 山明谷又山谷回應 風其水有 然後就是這個是 只有他自己的聲音 跟對面那個山谷回來的回聲 他說呢 肅然而恐悄然而悲 然後領乎其不可留也 就給大家感覺到 好像這裡真的好親急喔 只有我一個人 然後我能夠對應的 好像就是那個 就像那個領白在寫他月下奪主 他就說這個 就他自己對不對 跟他的影子一樣 那所以呢 其實你說人生的這個低潮 這些低谷 你要去 你說你要去克服你的困難 或是你的瓶頸 這有沒有 大家可能親朋好友 可能支持你 可是克服困難的一定是只有你嘛 對吧 誰可以幫你克服困難 你現在在人生的平潮 你可以在跌倒 你也許你要養傷 或者你要 那是你自己去體悟去體會 不會對啊 大家陪著你啊這樣 可是問題是現在跌倒的人 就說你還 是要克服困難 不是就是你嗎 所以呢 他說這地方他覺得真的 他一個人二克不能從焉 他自己在那邊嘗笑的時候 覺得只有跟自己流回聲呼應 所以他覺得沒辦法 他說凌然不可留 他只好怎麼樣 他又從那個身上 又回到那個江面上的那個什麼 船船裡了 所以反而就回反滑到船上 然後呢 仿乎中流 就把他放滑到那個江心裡面 然後呢聽其所指而修煙 隨便他飄到哪裡 就至少他感覺在這邊好 感覺比較輕鬆 沒有感覺那麼樣的極端吧 可是呢 他在這個時候竟然發生了一個情節 所以我來問問大家 就覺得這個情節 因為我每個字也都看懂 大家覺得這到底是第一次 他說快要半夜的時候 很安靜很安心 竟然有一隻鶴 他騰過江面 從東邊飛過來 然後呢 他的翅膀伸開來好像車輪一樣 然後呢 懸長鎬一樣 就是呢 他有這個就是就是這個 這個尾部的黑雨 還有呢 白色的 剛剛我們有看到那個鶴鳥 那個那個形象 那夾然長鎬 就是他的這個叫聲 然後呢 略於舟而昔也 他從東邊飛過來 然後呢 經過他的船呢 又往西邊飛過去 就出現了這麼一個 不速之渴 那半夜呢 就在這個江面上 都出現了一隻孤鶴 然後呢 須與客去 於意就睡 就是就 他們就散去 就是他們出去玩 那後來他自己爬山 爬到後來很障礙的人 他覺得大概太 太靈然 然後他就自己回到這個船 然後就睡了一個 他回去了 就其他都沒有東西 他就回家睡覺 那回家睡覺 他就做了一個夢啊 這夢我們遇到一個道士 道士呢 雨衣連仙 穿著就是先鋒造谷 穿著羽毛煙的這個衣服 那這個形象感覺 不覺得跟那個剛剛那個賀呢 有點有點像對不對 然後呢 過林高 就下個林高是林高瓶 然後呢 就跟他做一 他們剛剛出發的時候 不是就從雪堂出發 要去往林高嗎 然後呢 他就在他們家附近嘛 就是前前後後這樣子而已 就跟他做一 然後跟他問他說 你卻有勢力 請問你快樂嗎 那他就問他 請問怎麼成功叫什麼名 他就這個道士 夢裡面沒有回答他 好 然後呢 接著啊 好 他後來他忽然之間 他就想到了 他說 呼呼一息 我知之以 我知道了 重襲之夜 就是他現在是回家睡覺了 他說就是那就是半夜 是不是就是你 飛鳴而過我者 經過我的船上的那個 從東邊飛過來往西邊旅 是不是就是你啊 他說飛子爺爺 不是你嗎 就覺得有點像 好 然後呢 這個道士啊 就在夢裡面 他就笑笑了 就回過頭來 對他這個 這個月有生意的一笑吧 然後呢 願意經悟 好 他就 他就做夢裡面 跟這個道士的這個交集 他就這樣子跟他道士 他覺得挺好 跟那個賀鳥形像很像 好 他醒來了 就打開他的門 因為他不是 就是他夢裡面 其實那個 剛剛講到那個林高庭啊 就是在他門外 就差不多這些門外之下 他就問他啊 他應該在那邊啊 夢裡面不是在那邊啊 他們跟他不見 就是這個道士不見 好 那這個文字上有沒有 以上還有誰沒有看懂 都看懂 好 那我找同學來問問看 就是你覺得他寫什麼 我說一號 好 你要同學是誰 好 那賈鳥 你覺得他在說什麼 你覺得後世畢戶跟前世畢戶比起來 他就是我們這樣看 但是因為沒有什麼太大的難字嘛 因為我點這個 他就好像又有 助詞和翻譯點都在 那大家的講義上 別人 有的時候我是翻譯塞不下 我就會放棄掉 因為我們要讓他版面完整 那重點是你的全文 那個原文 你到底是理解多少 這樣子 好 那你就說看 覺得呢 覺得他在寫什麼 那是 是 他去一個地方 然後 那是 然後 是一個 等到他碰到那個 就是 他就是要去那個地方 然後 那是 感覺他就是應該要去到那裡 然後那個地方就是會 就是好像沒有 我會不應該預見的 然後都是一切都緣分 感覺蠻懸的 所以你也有點覺得那個道士 感覺那個荷堂的化身 對不對 然後他問他說你快樂嗎 你覺得他快樂嗎 就後世畢戶跟前世畢戶比起來 哪一個月快樂 前世畢戶比較快樂 然後這個後世畢戶他 整個景象都不一樣了 才三個月 他說成日月之幾何 可是家山不可不適宜 然後他就說這個斷案千尺 山高越小 對吧 然後二客不能從 沒有人可以陪他 前世畢戶還那個 那個蘇子余科那一句話 就是他就是 你這次走到那個困境的時候 這是不是人生的困境啊 超困境的啊 你看他媽媽寒石鐵嘛 對不對 就是那個小屋 就是他說很像 萌萌水雲裡的 這樣子的一個船上 然後其實真的是 其實真的是蠻悲哀的 蠻容易讓人消沉的對不對 可是呢 他說不見其處 所以這個後世畢戶大家可以 然後說前後世畢戶要核彎啦 這是家裡啦 就是我覺得他沒有 沒有那個文字上 我們是都是可以理解的 那我覺得前世畢戶 他是寫的非常分明 他是告訴你說現象跟本體 然後你應該要等候去觀止 但是你現在就是屬於低谷啊 你要去克服這個瓶頸 現在就是在這個 人生的低潮當中 他不好過 他的確不好過 也沒有人能陪他過 也就是臂子過 好 好 所以呢 這個 大家可以看他 我覺得兩篇文章 好 然後他 就是我覺得東坡 他畢竟是很有才華 他的文字呢 是跟一般的這個 一般人很不一樣 然後這些文字都充滿了詩意啊 那麼我們看看他 因為我們也即將要講詩嘛 你看他的這個定風波 他定風波這個最有名 就是他說 一縮煙雨的冰水 好 那其實他是合法名叫其屈型 我現在走竹戰蠻型 可是我覺得我內心很輕盈 很輕盈 我不沉重 好 然後呢 吊翹春風吹酒型 微冷 三 其實是沒有人可以溫暖你 你也沒有辦法穿一個 可是他說 山頭鞋照卻下你 好 剛好 覺得春寒料橋 覺得雨後為冷 可是剛好就是有血氧來 照 照藥來暖活你 然後過去 我來的地方也是滿那個 瀟澀清潔的 可是他說 其實也無風雨也無情 因為我其實心境是平和的 這個定風波是很有名 好 把他的這個心境 因為他 呃 黃州惠州擔走 到最後要回來的時候 好 就 病死 不走 這就是以待王朝的 的 的命運 好 但是他是用這樣子去 呃 感謝他的復生 好 然後呢 嗯 還有這個 我不是這一個 我要看那個 有沒有發揮的這一本 這一本 就是我把這幾個東西 其實同一個作者 我們要去看要去理解他 你看他在水調歌頭裡面 好 那中秋 歡迎搭旦 然後肩懷自由 畢竟他的弟弟其實是 與君士士為兄弟 好 這麼好的一個兄弟情 好 那他說要再劫來是為了命 好 可是他就懷念就是懷想就是 其實是中秋啊 應該是要能夠團聚啊 可是不行啊 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在第一 這個就是我們談到說 他是有上片跟下片 雀詞裡面分成兩段 然後你看他下面其實有半頭 就是他下面並不是也是五個字 他是轉五個字 一起孤照 所以你看呢 高處不深海 高處 那你看剛剛他在爬那個山的時候 是就真的只有他一個人 因為那兩個人根本沒有能力爬上去 那你沒有得達到那個經歷的時候 你看那些泛國的話 那些成就大事業的 大的這種攻擊的人 沒有什麼人跟他一樣 他往往就是那個先賢先烈 那所以他的那個天上空 去不高處不深海 那越高的位置啊 是越清潔的 那大家都以為那樣 那個位置會很好 其實並不是如此 那所以你看他說在人間 那個人間你往下看 那個諸葛起庫有五年的人 他說你何必要有恨呢 因為人勝負如意 是其實時常八九 對不對 那此事無難全 所以剛剛我就談到說 應該沒有任何一個人 是他所有的比較這種競賽 都可以是用一個聖利族嘛 那只希望說 那你可以共享怎麼樣呢 這個殘君就是這個月光 只是此時此刻 好 那所以他有這些想法對不對 那你看這個 我們剛剛講到說高出不深海 然後他剛剛談到說 惡客不能從嚴 然後談到人生這個低谷 所以平生工業 如果是黃洲、惠洲、丹洲、丹洲 可是這個幻土的險峻 但是卻達成他 所以你看他在黃洲的令慧院 這個寺院他在玉居的時候寫的 那你看他整個的那個很清潔的景象 缺月化書筒 真的是由他寫出來 那個月亮就月亮 那個五紅就五紅 他說缺月化書筒 這種創造 漏斷那個根漏 人也乾 完全就是有那個聲音 那就是很安靜 他說誰見幽人獨往來 那個獨往來的幽人 他就是很像那個烏虹飄渺 剛剛不是才看到那些賀鳥嗎 對不對 所以他說驚奇卻回頭 可是有那個信裡面的遺憾 誰能夠了解 那所以他是解禁寒之 他在挑選 他有一個他的一個路 對不對 他都不肯輕易的停在那個枝頭上 而寂寞的沙中很冷 這個冷 那個是周鳳別的詩 他有一首詩就寫說 他是不怕冷的冷 已經習慣 永遠就是這麼冷 所以在講到他內心的那種感受感觸 那我想這個當然我們 其實後世日報到文字上也不難 可是重點是你要去理解 也就是說他到底在寫些什麼 他想要試圖去告訴大家的 那些蘇子想要去寬解 安慰一個動宵客的 那麼他透過他的文字這些創作的出來 反映他心靈的各種面向 我們不是他 我們有這麼辛苦的記憶 但是呢他的作品卻可以安慰我們 就是他有這樣的一個經驗 好那接著呢我想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超染排氣 那超染排氣呢 因為我們應該大家應該有印象 記這個問題 他有分成四類大排氣的嗎 應該是 應該是 應該是六號 好六號是誰 六號 好那配學你告訴我 你記得 記這個環境有分在哪些 那你記得什麼 我沒有學過什麼 我沒有學過什麼 好啊 蛤 你要超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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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好 有 速速的學會 還是速成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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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是不是有 精排的柔格類 柔追風 lol 超染排 對吧 所以這個超染排 月螢龍 兵台柔格類 還有什麼 山水油漆類 人式 譬如說象棋宣誌 寫人那常常就是會改為誌 對吧 然後還有呢 書畫起舞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面文章啊 就是超染太子 這是東坡的文章 那第一大段呢 這個我們剛才發下去的這一次 我們剛才發下去的這一個 那所以第一大段 他告訴你們的時候 他說呢 物其實都是有可以讓你快樂的地方 你其實可以很達官的好 他說凡物皆有可觀 如果你有可以讓你看得到的 那就一定有可以讓你快樂的 這個快樂他不一定要奇怪的 很特別的很偉大的不用的 他只要是有可觀之處 這樣一個人他不可能都沒有優點 他一定既然有可觀之處 就一定有可樂之處 然後呢他就開始講啊 他說這是基本的邏輯 他說不糟糕離皆可以醉 這個糟是酒糟酒渣 就是你釀酒一群 糕娘就會消你酒生 他就這樣玩就酒渣對不對 然後呢 這裏就是講這個佛酒烈酒 他說其實你也都可以喝醉 那果蔬草木皆可以飽 就是素食對不對 你吃素的 他感覺到吃已經很差嗎 有的人吃的也很好啊 好 那就是他也很豐潤啊 所以他說 虧此類也無安妄而不樂 既然有戒可以醉戒可以飽 所以他戒惡可觀 戒惡可樂 所以我為什麼 我去哪裡會很快就這麼好 好 好那接著呢 他說他在感嘆 他說這個人啊 人呢所謂求福而辭獲 你要追求幸福 幸福是因為呢 幸福讓你覺得很可喜 而災禍讓你覺得很可悲 那你要去追求幸福 幸福就是什麼 幸福常常就是在 我們要去 常常去追求 又不見得可以得到 然後人的慾望又無窮無盡 常常是慾惑難舔 所以他說 人之所慾無窮 而物可無慾者有盡 所以早上大家可能去看 這些新聞攝影展 會感受到說 這個世界的這些變化 很多時候是因為人類的那些貪欲 對不對 導致了很多的災難 當然導致很多 沒有辦法控制的災難 那因為我們要去追求幸福 要其實事實上就滿足慾望 那麼所以呢 你看到 你就有剛剛我們看到 莊子能報說 你就其一物論就好了 你就一定要挑好的 你一定要成為勝利組 你一定要去追求那個 比較好 比較有優勢的什麼什麼 所以你就有這種美惡之變 然後呢 我就要這個不要那個 所以你就是要去把這個 趨勵必害對不對 所以能去取之責交付錢 所以呢 可以快樂就很少 而可悲者常多 然後你追求到 就下面一個目標 所以你還要同時很多目標 天哪 怎麼有可能你有限的人 正在追求 所以求貨 你是要追求福 可是你到最後 你就變成求貨而慈福 所以其實並不是 就是你是得到 所以你要財富自由 那到底就是合兩千萬就也不夠 那四千萬 兩千萬就都沒有享受那一天 好 或是你必須把握當下那一天 所以你看他在談到 清風明月對不對 好他事實上 你耳得是為勝利之城 這你當下就有無盡葬 那你要去比較曹操 曹操都會被煙滅了 所以他說求貨而慈福 那他是人情之常嗎 事實上是什麼 他的文章 他超然台積的一個核心的論述 就是物有以蓋之 就這個部分 你被外物給遮蔽了 因為你是往外看 可是你沒有往內看 好 好 那這我往下 所以在這個第三大段 他要告訴我們什麼 他要告訴你 在物內的這些優樂 好 那事實上就是你自己 給你自己 他說呢 你真的比猶豫物之內 你被你要追準的 也許是名利 也許是財富 也許是所謂的成功的定義 那你就侷限在這個裡面 而沒有再超然在他外面 並不是說他很大 譬如說他真的有辦法壓制 是因為你要他 所以你被壓制 你被控制 那因為你在他裡面 所以你被他遮蓋住了 這個籠罩住了 所以他說呢 你從他裡面來往外面看 沒有不高且大 他對你也就非常的高大 你就為了追求這個呢 就是失去了其他的面向 那比夾其高大以靈活 他這個形象 他壓制在你面前 所以你常會炫亂反覆 好像呢 在縫隙當中看 你好像在那個擂台的下面 縫隙看 所以你根本就看不到全體 事實上你就是 這個你要說 望中作憋 那你是在這個憋 這個裡面 它是仰在這個裡面的 所以你才能看那個縫隙 你怎麼知道勝負所在 你沒辦法宏觀 你沒辦法更遠一點去看 你只是就現在這樣去看 那就你永遠都是在一個很短期的 這樣子的一種聚焦 這種爭鬥當中 所以他說呢 美惡恒生而憂樂出焉 所以你就有好的壞的 然後你內心的反應就是 那看到就是這樣子 我就要趨勵平安 那做不到 就有很多的這些情緒 那可不大哀哭 就是很悲哀嗎 實在是太悲哀了吧 好 那接著呢 他要講的 其實是這個 就是第四段 他勒手交襲 交就是他講山東 山東的這個境內 然後呢 郊州啊 西邊就是密州 他不是有密州出力嗎 好 那他說呢 火蟲前行 就是 杭州 然後呢 就是以守 就是 就是他 這個患苦的那個順遂 好 那他就換到 這個密州來 好 那他說呢 他一路怎麼去的呢 好 他說啊 世州極之安而福 車馬之牢 他沒有船可以坐 他就一路坐這個車 就是其實他就是走這種的路路 不是水路 好 那麼去雕牆之美 而必踩船之居 那個踩船 船就是大的那個木頭 就是撐起這整個房 就是木屋啦 好 他沒有那個雕牆 雕樑化洞 沒有那種很好 我們現在講豪宅 他只有這個木屋可以住 好 然後呢 他說呢 背骨水之關 因為杭州嘛 就是西湖最有名 你看起來哇 就很漂亮 可是來到這裡的話呢 不好意思 密州這裡就是荒野 桑麻之野 看到的都是 就是這種 好 山蝶的這種傾向 所以 照片裡說你要比較的話 感覺上這個密州 是好像不如杭州 然後他說呢 始至之日 剛來的時候 遂必不登 這裡是年年欠收 就是這種 就是很荒 比較荒涼啊 然後又又這種比較好 這個雞荒啊什麼的 好 盜賊很多 盜賊滿野 遇送充斥 哇很多壞人 好 自然很差 好 而摘除所然 他的那個摘房 廚房空蕩蕩 那吃什麼呢 日食起菊 就摘野菜 好 然後呢 這個人家 人故遺餘之不樂 他想說 你現在以前在杭州 現在到了 比較蕭薄的密州 然後呢 這個地方也沒什麼 很好的物產 又毛病很多 人也這個 盜賊這麼多 那你應該很快樂吧 可是他說 欸奇怪 因為他第一段就開 開 我叫他擴提 他說 凡有可觀 皆有可樂 好 然後呢 這個你其實 你可以無所往都 無往而不樂 他說他竟然 他在處置紀念滿 一年之後 他說他冒 他就瘦下去嗎 乾乾扁扁沒有 他更加豐潤 然後頭髮白的都變黑了 然後呢 他說 魚既樂其豐俗之首 而其立民亦安於之足也 我不只覺得這邊豐俗 成話 他就是這樣說道德很多嘛 好 可能這邊你反而沒有那些 那些斤斤計較的人吧 然後這邊的 這些百姓啊 也覺得這個魚卓的一個太熟很好 然後呢 他說他怎麼樣 他就 智其原有 把花園啊 菜脯啊 整理整理 庭院屋宇弄乾淨 然後他去跑 就去那個 坦發 那個安丘跟高密 附近出那個山出產木頭的 去修補 破敗的 好這些 這個這個原子的房子 然後他說 鬼狗完之際就把它 把它弄好 然後呢 這個原子的北邊呢 陰塵以為臺 這有一個高台 這個台就是一個 像廟望臺 一樣的觀景臺 已經有點舊 他就把它修為休憩 休憩 而新之心 就使之心 把它弄好 然後有時候 他就跟朋友 相遇燈籃 放逆四肢 研究去那邊游玩 欸他游玩的時候啊 他看到什麼啊 所以呢 這個第五大段啊 在講他呢 就燈台超然啊 好 他先說呢 欸這個地方 他修建 因為先講到修建原子嘛 然後原子北邊 有一個靠城 有一個舊台子 這是一個 算是以前的遺跡吧 然後他說呢 第一個 這個他可以看到什麼景象 南邊看到馬爾長山 出莫領縣 若近若遠 那感覺好像有隱君子 那個樣子就是 很像有那個 那個什麼隱者 隱者出現的這個樣子 好 那而東邊呢 這個南邊也可以看到 馬爾跟長山 好 感覺好像若隱若現 好像有隱者在那邊一樣 東邊有個羅山 那秦朝的時候 有一個這個 叫盧敖的人 就是據說就是所從頓也 就是就是逃頓到那裡去隱居的 欸感覺這個地方 南邊啊 東邊啊 就是有一種 那種隱君子 隱氏出莫的那一種 好 那種味道 然後呢 西問墓林 是墓林關 他說穎然如成窩 那個地方呢 江太公啊 齊皇宮啊 就是這個古蹟啊 就是 所以你看呢 南邊東邊有這種 感覺是隱者的 以及西邊有這些 古代的這些賢者的這種 好 那種古蹟 然後呢 北斧 回水 像北邊 他是比較高一點 就是車牌子 超然開 他看這個圍旋 他說 泰然叹氣 他想起什麼呢 他想起了呢 這個淮英侯就是韓信 當時的這個工業 然後呢 哀掉 哀傷他 這個不得善眾 好 所以你看呢 東邊 南邊 西邊 北邊 就讓他發私骨之憂情啊 然後呢 這個台他要怎麼樣呢 高而安 一般來說高度就不穩 他不會 他高可是很安穩 然後呢 很深居住的地方 優深 優深大家會陰暗 就是我們說採光不好 沒有他優深但是呢 明亮 然後呢 我們要這個東暖夏涼 對不對 夏涼東溫 對他就講到這個 好 那雨雪之朝呢 風月之夕呢 那個雨落雪飛 那個下微雨微雪的早晨 就很浪漫對不對 然後呢 到了這個風清月明的時候 的那個晚上 好不好 那個叫基金晚上的夜景 那個早上的景象 他說我都在這裡 客人也跟著我 我們在這個台上呢 他說可以呢 結圓書取池魚 釀薯酒 薯酒是高粱酒 月多素去洗那個糙米 這些都是一些土菜啊 就是我們說 應該說香野料理 可是這是在這個地方採得有的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是有機 有機食品就是啊 就直接採來 然後他說 你在這個地方享受生活 他說樂災有無 那所以呢 這個最後一段 當然你說 他來到這個祕咒 應該是一個 就是也是一個混沌的狀況 可是他現在起到超燃牌 因為他在文章第一段 就告訴你說 物有可觀皆有可樂 好 那錯糟禮 呼糟錯禮就可以 對果書草木皆可以報 所以他其實呢 比如說曠達嘛 去哪兒哪裡都可以很快樂 那所以第六段他講 他講到命名的原理 為什麼叫超燃牌 這個時候 因為我的弟弟子游 剛好在擠來 所以也在山東 對不對 他在這個密中 所以聽到之後呢 那麼就幫他呢 做了一個 就命的名字 聽到他這篇文章 然後看到這些事跡 這些經歷 以表現我怎麼樣 無所往而不樂 為什麼我可以去哪兒都不樂 都都不會不快樂 都會很快樂 是因為我留於物之外 好 我沒有被這個外物給遮蔽 因為他沒有被這些物怎麼樣 他是狹齊高大以靈我 然後你就他的關鍵 你剛剛看到他的他的論述 比較論述在第三段的部分 就是他為什麼叫超燃牌 因為人被慾望控制 然後呢 你要求福此活 但是到最後 其實呢 你被他炫亂反覆 那麼你應該是要 是要去追求幸福 可是你卻因為慾望的一個追逐呢 你永遠都在美惡之變 去取之責 你得到了以後 你又再去被另外一個外物給控制 所以他說 其實這是很可悲的 那其實人家超燃 他說為什麼人家看我這樣 為什麼我可以知足常樂 事實上就是因為我 有超燃 超燃的一個兇 好那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他有說明說 他們不要那麼死板 說為什麼超燃牌 誰做命名 當然那也要寫在前面也可以 可是他其實是很巧妙的 就是說先把他的一個議論 然後他記憶 什麼何謂超燃 然後前面第一個就是點名 他再去層層的去扣格 最後再扣回來 就是他的弟弟為什麼 把他幫他取這種給租 就是這個牌 我比較超燃牌 其實就是一個 就是那個原子北邊 然後有一個舊牌 其實就是以前的一個 以前的人的一個料妄牌 好那再來呢 我想呢 就是因為我們在談那個 這當然就是我們沒有辦法 就是講到很仔細 可是我覺得 大家也不太需要 就是重點是說 我們去理解他 有一個關鍵 他並不見得說 我只是要利用他 有原文再加上 翻譯這樣子我們可以比較快速 那這個部分呢 好這是書冊的文章 那我們說到說 因為他自己 我們是讀了那段文字嘛 他說我的文章 好那個書冊的他說呢 汪洋淡谷 好然後他說 詞裡精確有不及 他沒有像我講的 就是那麼精準 他那個因為 東坡才華那麼高 他沒有像他詞早那麼美 可是呢他有一個氣韻很特別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書冊的氣韻 這也是一篇扁則文章 黃舟快哉頂級 有快哉 超燃台 他有他地有個快哉頂 然後呢這個赤壁腹啊 這些 好那我們來說 他這文章 他為什麼說他寫文章很特殊 這第一段啊 你不要就是這樣 就是大上刊過去 事實上這以前也是選文特文 他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文字 他說江出西嶺 使得平地 這前面的第一層 他先告訴你 他告訴你說 快哉頂會看到什麼景象 長江就是大家知道三峽嗎 這個烏峽西嶺峽跟渠塘峽 他說長江呢 過了那個西嶺峽之後 就他本來是比較好 他就可以就變成平 那第一他告訴你說 地勢的陡降 他變成是一個平地 平地呢 他就使得平地 前面都 前來不是平地嘛 他是平地 那所以那個水流就會奔放磁板 讓大家了解 因為波度降低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 他為什麼水流會很會很的 因為南河原鄉 我們不是來看那個洞體湖嗎 鄉之原理 然後我們是才在講說 那個那個魚溪染溪 是那個什麼鄉水的支流 我們是才在帶大家看 那個十字石的雞灘應有機 所以他說 他說這個長江呢 到這個黃洲 這個地方 赤壁的地方 他說南邊有原水跟香水流 進來北邊有漢水跟棉水 所以他的水的量就更多 所以奇事異章 不僅是齒德平地 坡度的走降 水進來 這四個水流流進來 所以奔放四大 再來第三 他說到赤壁往下 哇 鍋流進貫 他說什麼 他說與海相弱 所以這個赤壁 你看剛剛我們在前置 因為他談到說明慣情貫 其實他這個地方 他為什麼有這種景象 他是江 他長江 可是他在這個地方 他說有像海一樣 很廣闊的感受 然後他好朋友 叫孟德 好 那麼免則在到這裡 好 然後他說 就在他的屋子烏爐旁邊 西南邊就蓋了一個瓶子 然後呢 要說是要來觀覽江流之聖 就是江流盛景 然後呢 我的哥哥子佔就是享受過 就給他許個名字 所以誰去這個 這個瓶子是誰去 這個就是整理的 去建立建造的 然後呢 誰去給他命名的 然後他就開始說明 他說這個瓶子 為什麼要叫做寬災 就第一大段就講 江流帝氏命名元晴 你看他這一段話 我就剛才跟大家解釋說 他事實上就三段的在點出 其實你滿滿的就是一個孩子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這個黃舟赤壁可以看到的 這個命江流帝氏 好 那再來呢 這個是第一大段 好 那第二大段來看一下 好 他說呢 這裡可以看到什麼 戴亭之所見 不是說他這個 江流盡貫於海下弱嗎 那是亭子所看到呢 南北有百里這麼遠 因為他是為了要懶關江流之聖 東西呢一射 所以東西邊橫的可以看三十里 南北以下可以看八里 然後呢 陶蘭洶湧風雲開河啊 陶蘭洶湧是講那個江面上 像海一樣的話 這個洶湧的這個水景 然後起伏 然後這個天空中啊 風雲安河變幻 然後呢 他就可以講說 他白天呢 好 周極出沒於其前 魚龍晚上是魚龍 飛笑於其下 所以這個波濤洶湧 然後白天呢 你可以看到江面上 有這個船的這個出沒 晚上還有不是才講到說 那個什麼 五幽獲之前驕嗎 晚上聽到一些聲音啊 他說那個聲音 魚龍飛笑於其下 他又講到說那個風雲變幻 陶蘭洶湧 晚上還有魚龍這樣叫 可不可怕 有沒有很驚 很讓人覺得驚心動魄 所以變化舒服 變化很快 動心駭目不可久失 所以他說這個張夢德 他現在用這個亭子啊 可以看到這個景象 那今乃得萬之畸形之上 舉目而出 這是不是就是跟柳中文在談到說 他積聚而 我們現在可以進來 我們可以在這地方 就蓋了一個瓶子 然後就來看這種景象 對不對 所以就可以這樣子觀賞 這樣的一個景象 好他覺得很滿意 舉目而出 就才言遠望 就覺得很滿意了 好 那我們今天沒辦法把它全部看完 我們今天只能講到舉目而出 好 那禮拜五的話呢 我會就是帶大家把這個文章看完 然後我們再來兩次學 好不好 那那個刺激布是有要備的嗎 好 然後一些作業啊 我們大家就開始去準備 好 我們先下課休息 好 我們先下課休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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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